新疆发生多起暴力事件 十万缅甸难民涌入中国云南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饶一鸣 首先让我代表自由亚洲电台的 全体同仁 恭祝大家洋年快乐 健康如意 感谢大家一年来对我们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新疆发生的暴力事件 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 2月16号发生武警开枪射杀 一名围族青年事件 此外 在喀什叶城县城 发生围族青年袭警事件 导致11人死亡 上述消息均被官方封锁 我们来看报道 据本台维雨部报道 本周一下午4点多钟 和田地区墨玉县普加克其乡 八十杜格拉村通往县城的公路上 巡逻的武警在核查一名围族青年人时 对其拳脚相加 当该青年拔刀反抗时 当场遭枪杀 本台星期四向普加克其乡的 一名围族男子查询 对方正视事件 但不愿多说 我听说2月16号星期一 有一个围族人被警察开枪打死了是吗 是我听说的 那边有人说了 我太不清楚了 被警察抓的有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个 巡逻的这两天有没有加强啊 我不知道我朋友那个 普加克其乡的一位围族警察 周四接受记者查询时 证实有一名围族青年被开枪射杀 是普加克其乡派出所啊 普加克其乡 星期一是不是有个围族人被开枪打死了 这位警察将电话交给另一位当班的围族警察 对方说县公安局要求对这次事件保密 喂 诶 问一下星期一是不是有个围族人被开枪打死了 是你们乡的 普加克其乡的 是哪个代理的 是记者想问一下这件事啊 什么解决 我也不知道呢 我们所领导说一下 我也住这个庭房我不知道呢 哦 现在谁在处理啊 公安局信我们所领导的信 我是住这个庭房的信 我不知道呢 你们所领导打个电话我也不知道呢 是不是你们领导在处理啊 还是 先公安局处理嘛 我也不知道 这个人是在家里被打死的 还是在路上被打死的 我也不知道呢 我住这个事情我说不出来 对不起啊 哦 好 谢谢啊 另据网络消息称 2月16日 河天县墨渝县警方 以涉嫌资助包庇 袭击者为由 创入巴石库都拉格村 依维吾尔青年家中抓人 该青年使用器械逼退警察 最终遭枪杀 目前尚不清楚警方是否有人伤亡 记者稍后向墨渝县公安局办公室查询 对方已正在开会为由 不愿回答 这是河天地区三天内发生的第二起 危害冲突事件 上周五 皮山县发生 自杀式袭击事件 一名维族青年生绑爆炸装置 抱住一名警察后 引爆自制炸弹 造成经20人死伤 事后 袭击者的10多名亲友被公安带走 当局至今没有发布相关通告 另据网传消息称 最近喀什叶城县城也发生袭击事件 四名维吾尔青年用炸弹袭击巡逻车 包括四名袭击者在内的11人死亡 事后警方抓捕了这四人的20多名亲属 记者周四支店叶城县恰瓦格镇派出所查询 问一下 最近是不是有四个维族青年人 用炸弹袭击巡逻车 炸死了七个人呢 在哪地方 是记者想问一下 是不是 我那个情话不清楚 那个公安局的机会就先打电话 新疆七五事件后 当局全面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控 和田等地 今年发生数十起暴力袭击事件 死伤者众 中国当局将此归咎于 寻求新疆独立的伊斯兰 极端宗教主义发起的暴力恐怖事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乔龙的采访报道 香港学生组织学民思潮成员 年三十被昆明机场编解人员 拒绝入境 年初一返回香港 此外 学民思潮的另外一位成员 黄伟奇 在深圳罗湖口岸被拒绝入境 事件引发香港舆论 对所谓的黑名单的关注 一起来看报道 周四下午 钱世文由昆明返港后对媒体表示 他以母亲抵达昆明后 被边防人员截停 并没收其回乡证和香港身份证 并检查他以母亲的全部行李 边防人员还问他 在香港有否做过不好的事 前母获准入境 而钱世文则被带到机场酒店 他称在客房内有持紧棍的边防公安 彻夜陪伴 禁止他睡在靠窗的床 即离开房间 但可以上网 以外界通讯 钱世文曾问公安 他为何不准入境昆明 被告知在香港惹了麻烦 电脑资料库显示他不能入境 钱在以公安的私下交谈中 指他是香港占领人士 钱世文称 公安承诺他回到香港后 会还给他回乡镇 香港独立评论人513周四 接受本台采访时 对内地当局禁止学生入境 提出质疑 他说 就在钱世文返回香港的同一天 学民思潮的另一位成员黄伟奇发出被深圳警方拒绝入境的消息 黄伟奇在接受香港电台查询时表示 原定于周四独自到深圳探亲 但在罗户口岸被拒入境 原因是他被指有机会危害国家安全 他引述海关当职主任表示 当局持有黑名单 有不少人在黑名单之内 黄伟奇表示 由于其回乡镇未能通过海关的计算机系统 他被带到一间小房盘问 其间被要求关上手提电话 并不准他拍照 而未有解释原因 其后 有关人员检查他的行李 最终他由公安陪同回到香港和内地海关交界处 并还给他回乡镇 事件引起港人对内地设置黑名单 阻止民主派及参与香港占中人士 进入内地的高度关注 任职香港小区组织协会干事的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 对此表示 特首梁振英以内地官员 曾鼓励香港的年轻人多到内地 多走走多看看 对此蔡耀昌表示 香港保安局长黎动国早前回应支持 占领行动者被内地拒绝入境仪式时 强调当局没有编制奢运人士黑名单 缅甸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 在国杆地区发生激烈冲突 约十万缅甸难民 涌入云南临仓市郑康县境内 该县的维稳办官员当天对本台说 政府分七组人员正在处理这批难民 为他们提供人道援助 请看详细报道 在过去一周 缅甸政府军以反政府武装 在国杆地区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 双方各有死伤 本周二一对运载平民逃离战乱地区的 红十字会车队遭到袭击 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予以强烈谴责 缅甸政府和国杆反政府武装 相互指责对方进行了袭击 缅甸总统邓胜宣布 该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军管 据中国官媒估计过去一周已有三万多缅甸编民逃离缅甸 越近进入中国云南 不过云南省德洪州尹江县红十字会的一位女士周四 告诉记者逃入云南境内的缅甸难民已达十万人 人数还在增加 缅甸政府金马和克星马两个的 我们这边应该是还要增加的 郑康那边更乱一点 那边是已经有十多万难民涌入 那个国杆的难民已经涌入过来了 是在林昌 林昌和郑康 他们现在主要是缺些什么东西 是食物了就是 对啊 吃的 还有住的 都缺了 目前国杆的冲突比较激烈 德洪州以缅甸接壤的瑞丽 龙川及尹江边境附近 未发生大的冲突事件 这位女士说 中国政府表示已经加强了在中缅边境的控制 也已经为难民提供救援行动 距离战乱地区140公里的 腊荣市的一家寺庙 已经变成数千名难民的收容所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早前表示 中方一向尊重缅甸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 利用中国领土从事破坏中缅关系 和边境地区稳定的活动 同时希望缅甸冲突各方 保持克制 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 缅甸科青帮独立军 卫生部副部长台先生 星期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以政府军的谈判没有多大进展 这双方都有伤网 政府军伤网比较多 他们攻打他们嘛 所以有些城内的医院 美女啊这医院都是满满的充满了伤人 他们主席也去看 伤人比较一百多吧 这是最近一个星期的人数还是 对对对一个星期之内的 政府军那边他们也有死伤人数吧 他们也有伤网比较多 对于战火殃及无辜平民 兼任独立军难民委员会会长的 排先生说 国感族是来自中国的少数族裔的一支 以政府军之间的冲突于2月8日爆发 以国感接壤的林仓市郑康县维稳办移民官员 周四对本台说 正为这些难民提供人道援助 当地人认为缅甸政府军和国感民族地方武装的冲突 如果持续 预料会有更多的平民大量涌入云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誉信息中心称 正在狱中服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年三十晚回娘家吃团年饭 并向关心他们夫妇的香港市民拜年 据悉 刘霞近日探视过刘晓波 但是刘霞本人表示不接受采访 海外盛传 刘霞用不接受媒体采访换取有限度的自由 湖南双丰县永丰镇一间民办养老院大年初一 发生护工恶性伤害事件 目前已经导致三人死亡 十五人受伤 新华社的报道说 爱兴养老院护工罗仁初 因与养老院法人代表发生矛盾 持红砖在院内行凶后逃跑 目前警方正在缉捕逃犯 大年初一 浙江省永康市巷珠镇 文雄烟花爆竹销售点 在为顾客释放烟花爆竹时 引发火灾 导致其他烟花爆竹爆炸 导致至少四人死亡 三人受伤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解雇报警 解雇报警 面向生活在新闻管控下的中国受众 突破新闻审查 事件新闻自由 挖掘被封锁被屏蔽的新闻事件 我们多方核实 持续追踪 神度报道 力求还原事件真相 我绝不认可 去爱听不到真话的国度 请力打造畅所欲言的多元化平台 我们尊重每一位受众的言论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发表社论 谴责中国当局所实施的网络控制 并且呼吁美国国会支持发展翻墙软件 协助中国网民突破网络封锁 我们来看报道 中国当局以前对国人通过虚拟专用网 简称VPN翻墙浏览境外网站 似乎有所容忍 但现在中国当局发明了一种新的网络控制方法 开始关闭大多数虚拟专用网 把更多的中国人阻隔在外部世界的网络自由之门之外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 亚洲部主任伊斯曼尔对本台记者表示 目前中国政府对虚拟专用网的封锁 已经影响到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 他们通常使用VPN与境外的客户交流 中国的科研人员也通过翻墙软件获取科研数据 现在他们也面临困境 当然中国政府封锁虚拟专用网络的主要对象 还是新闻记者和网络公民记者 中国政府的网络封锁技术越来越高 目前中国的许多翻墙软件都已经失效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 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对本台表示 虚拟专用网和各种翻墙软件 是包括伊朗中国在内的很多专制国家的民众 获得自由信息的一个渠道 胡佳说 就他购人的经历而言 翻墙软件的失效 使他处于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我就是VPN以前给我们形成的那种 就是在这种桎梏下 这样的就是信息环境中 还能打开一扇窗 还不至于感觉到那种极端窒息的这样的状态 现在是越来越困难了 中国政府的网络防火墙 经过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 技术越来越先进 到了习近平上台后 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胡佳说 就习近平本人是中国的网络安全领导小组的组长 网络安全就是网络屏蔽 是网络封锁 是网络的这个信息的筛选 提供许多虚假的 党国的他所谓的舆论引导吧 还有这样意识形态的灌输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 美国尽了一些微薄之力 为中国的翻墙软件提供资金和宣传 翻墙软件是个不错的想法 值得得到国会更多的支持 胡佳对此表示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其实是非常有益的 对于这个其实不是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而是符合人类利益的 现在能够拨的款的话 比起反恐战争中付出的那些钱的话 真的是九牛一毛的 但是他实际上这场网络信息上的这个战争 也是一场自由之战 就是公民权利之战 那这方面的话 就是投入真的是事半功倍 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还说 中国当局采取新一轮网络控制措施的目的是限制自由 同时也是出于内心的恐惧 担心更大的开放可能会导致 人们质疑共产党的领导和权力控制 社论认为 如果中国当局进一步将自己隔绝与数字革命 这个历史潮流之外 中国只会变得更加孤立 在台湾 总统马英九大年初一行程依然满党 从拜神到拜人马不停蹄 台湾舆论称 马英九要向外界表示 他不是跛脚总统 一起来看报道 总统马英九大年初一行程人满党 上午他先前往松山慈幼宫拜妈祖 发胡带 在拜会前副总统连战 有外界解读马英九趁过年期间 拜访国民党内大佬吴伯雄连战 是因为去年底九合一选举 吴伯雄和连战之子 角逐县市首长都拜选 而去修补关系 总统府方面则否认这种说法 马英九稍早在庙宇祈福时 也对民众说明国内经济情势 马英九说 台股本月13日封关 说盘指数9529点 创下近15年来农历年封关指数的新高记录 马英九还提到 行政院主记处公布去年经济成长率为3.74% 是过去三年来最高的一年 也高于新加坡 韩国及香港 更是16年来台湾首都名列亚洲四小龙第一 此外 马英九在大年夜发表 贺岁影片及谈话时感性表示 在此想请各位乡亲 在这个合家团圆的时刻 不要吝惜对最亲爱的家人 说出心中的爱与关怀 感谢与祝福 因为只有家人的爱与信任 是永无止境的 台湾近年生育率下探 被视为国安问题 马英九表示 他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去年台湾的新生儿已经突破21万人 是十年来的第二高 仅次于2012年也就是龙年 近23万人的高峰 马英九画风一转谈道 台湾所面对的是经济两岸 教育文化与社会各项改革 都仰赖国民把台湾看作是一个大家庭 马英九说 英九知道政府必须更努力达成民众的期待 各方的指教与批评 英九都虚心地倾听 唯一的期望就是希望全民在务实的基础之上 促进社会和解 朝野合作 两岸和平 纵使我们彼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英九相信 唯有包容可以消灭冲突 唯有沟通才能促进民主 马英九另在大年夜前往陆军台东地区指挥部视察 马英九说 今年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 军队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抗战的胜利 马英九强调 政府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目的 不是为了彰显自己是战胜国 而是希望和平成为人类共同的语言 永续的和平成为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 第五届海峡两岸春节民俗庙会大年夜在台湾登场 为期六天 以魅力河南锦绣中原为主题 展现河南民俗文化的精华 一起来看看 第五届海峡两岸春节民俗庙会大年夜在台湾登场 为期六天 以魅力河南锦绣中原为主题 展现河南民俗文化精华 河南文化代表团成员方方指出 现场展出项目包括河南民俗文化表演 民间传统手工艺展示 河南特色美食 河南风光摄影及书画陶瓷等 河南文化代表团导演尚春森接受本台专访时介绍说 海峡两岸春节民俗庙会18日登场 就吸引在地人福老西幼观看 尤其杂技团三名女孩表演的武若登 丹饭 蝶宝等软骨功技艺获得台下热烈掌声 少林武僧则邀请台下小朋友一起上台练功 台下也有不少民众 听着电影黄飞红的背景音乐 跟着武僧比手画脚 本台记者另外请教了少林寺武僧试言用 练功需要具备些什么条件 试言用说 只要刻苦就可以 光会是对于这个生活可能不太习惯 光会这是第一方面的要适应 第二个在这个训练上 光会肯定是很累的很苦的 前三年如果说能够顶住的话 能够撑过去的话 往后慢慢才会更会适应一些 试言用表示 进少林寺有一定门槛 首先要有佛源 还要有一定的武功基础 并且经过考核 少林寺的五三一天早课 五课晚课 加起来练五八小时 还要学习气功禅定 才能达到禅五合一的境界 海峡两岸春节民俗庙会活动 还包括河南师傅现做的河南小吃 河南民俗技艺特展摊位 则包括落画 糖画 木板画 泥塑 剪纸 通草浮雕 松山泥人流等 麦感画大师王华平介绍说 麦感画创作经过二十几道的工序技术处理 色彩部分取麦感的自然色和纹理 所以作品历经四百年 还能保持一定的色泽 主办海峡两岸春节庙会特展的台湾文化部表示 大年初一接续登场的 还有台湾在地的民俗技艺 像是镇头 电音三太子 歌载戏 和布袋戏等 希望以丰富的展演节目 吸引民众在农历春节期间到访走春 中国大学的在意识形态化 也就是马列毛回炉 重登讲堂 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以下是本台推约评论员 傅申奇为您所做的相关评论 随着邪大帝加快步伐 把中国百年民主梦 变成它的帝王梦的时候 中国大学的在意识形态化 被提到意识认识上来了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最近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新形式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 就是一个动员令 教育部长袁贵仁 前两年鼓吹教育体制改革 讲了三句话 首先是中央向地方放权 第二是政府要向学校放权 第三是学校要遵循教学规律 管理教师 要有自己的章程 这个章程要符合学校特点 教育规律 中国国情 还要有世界的先进理念 就是这位要拥抱世界先进理念的袁部长 今天接到动员令后 一马当先 闻风而动 即刻换了一副嘴脸 宣称 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 进入我们的课堂 还提出三个绝不允许 包括绝不允许各种攻减 诽谤 党的领导 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 在大学课堂出现 绝不允许各种违法宪法和法律的言论 在大学课堂蔓延 绝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 谢怨去 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教育部发出了所谓的三禁指令 即扎实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禁教材 禁课堂 禁头脑 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中共意识形态破产之后 学校曾经一度出现非意识形态化的松动 但是中共一直为上色在大学意识形态的绝对垄断地位耿耿于怀 写大帝登记之后 试图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高度意愿化政治和意愿化意识形态 于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再意识形态化拉开了帷幕 领袖意识 教材控制 学校 思想警察制度 一夜佛上台面 中国的大学可能再次完全成为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实 上市传播知识 培养人才的正当功能 让邪大帝的意志尽调材和尽寇堂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要让那些根本没有思想价值和缺乏逻辑力量的谦言之语 真正做到尽头脑 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恐怕是难上加难的 邪大帝是文革手段的受害者 但他也深知文革手段愚民和致民的有效 面临信仰崩溃 统治合法性缺失的困境 他又捧起毛泽东的衣钩 试图再走一遍毛泽东的脑路 并推陈出心 但我深信 邪大帝的帝王梦和应运而生的中国大学再意识形态化 是历史的逆流 即便有短暂的成效 终究是谈话一线 那天肯定有一个小医生 咱们的这种感觉 不如去做多多的感觉 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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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大的感觉 这种感觉 作为一个太大的感觉 所以这种感觉 这么多的感觉 这种感觉 但是有些感觉 这样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关以上新闻的更为详细的内容 欢迎您登陆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浏览 好 今天的亚太联播就到这里 我是饶一鸣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